天主 天主 我的内心可慕你 就像小物可化心血 我的心灵可慕天主 生活的天主 因父及子及生存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圣父平安 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 圣德兰大德勒萨 他在1515年出生于阿贝拉西班牙 他从小就有渴望成为一个圣人 他从小就努力地走向成圣的这条路上 我想他这位圣人 他不但他一个人成圣 他也带领了他时代的 跟他一起住同一个修会的修女们 也带领了我们到现在的很多人 走向成圣的道路上 我们祈求圣女大德兰 为我们教会 为我们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试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忠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曾经圣神吉利圣女德兰 成为大圣 使他为教会指示出 达到完美圣德的途径 求你尝试我们 从圣女的灵修 预讯获得心灵的滋养 并借以燃起我们修得成圣的热望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我们知道 直到现在 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一同叹息 同受生产的痛苦 不但是万物 连我们这蒙受圣神 作为出国的人 也在自己的心中叹息 热切期待着成为义子 就是我们肉身的救赎 因为我们得救 还是在于希望 若是看见所希望的 就不是希望了 因为谁还希望已经见的事物呢 但我们若希望那没有看见的 必须耐心等待 同时 圣神也扶住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祈求 而圣神亲自以不可言喻的叹息 带我们祈求 那洞悉心灵的天主 知道圣神的心意 因为他按照天主的旨意 带圣徒祈求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 能畅快人灵 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 能开启渔蒙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上主的规戒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御令是光明的 能照亮眼睛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上主的讯悔是纯洁的 万事长存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比黄金 比精纯的黄金 更可爱恋 比蜂蜜 比蜂巢的流汁 更加甘甜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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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就会结许多果子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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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若望福音归临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圆顶 所有属于我而不结果实的织子 他便剪掉 所有结果实的 他就修剪 使他结更多的果实 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已是清洁的了 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子子 若不连在葡萄树上 品自己就不能结果实 同样 同样 你们若不住在我内 也不能结果实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谁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谁若不住在我内 谁若不住在我内 就像枝子 丢在外面而枯干了 有人便把他捨起来 投在火中扫掉了 你们如果住在我内 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 那么你们无论想要什么 尽管求吧 就会给你们成就 只要你们多结果实 并且成为我的门徒 这就是我父的光荣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种果实的经验 我虽然不是说 种了很多很多的果实 但是有一些我种了 种了五花果实 它有结果实 也种了柠檬 也结了果实 但是为这些果实 能够结果实 我们真的是要用心 用心去照顾 我们每天真的是一定要 要浇水 要浇水 那除了要浇水 真的是要照顾 这些的果实 是不是还存在 是不是还在 是不是被鸟带走了 吃了 或是被别人拿走了 什么的 我们真的是要照顾 很不容易 他结的果实 可能今年有结的 多的果实 另外一年 各年 也可能是少了 可能也根本没有什么果实 所以要种这些的果实 真的是需要 真的是用心的去照顾 在今天的耶稣讲的 它是葡萄树 我们是植子 我们要结果实 那这个结果实的一个条件 耶稣要求的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要 这个葡萄汁 要连在葡萄树上 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 如果离开了葡萄树 真的是无法结果实来 这个是很自然的 那他所讲的 要连在葡萄树上 就是我们 我们跟他的关系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离开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无法做什么 好 达德兰 达德兰 他真的是 从现在我们回顾 看他所过的 他的生活 他觉得是 非常丰富的果实 非常丰富的果实 但是在当时 这棵树 就是达德兰的这棵果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确实他从小的时候 他想要成为一个圣人 他七岁的时候 他跟他哥哥 他们家有七个小孩 那他就跟他哥哥就讲了说 哎呦 他们因为他每天看圣人状 看了说这些 殉道圣人 他们真的是在世上 他们花了很少的时间 受苦 他们受了苦之后 他们就要享受 享受什么 永恒的福乐 永恒的福 他们受了短短的苦 但是享受了永远的福 那他跟哥哥就商量 我们要不要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迫害基督徒的 我们到了那边 我们为了耶稣就死 我们死了 那这个是值得生和核算 值得的 我们将来就成为商人 两个人就走了 离家出走了 但是在途中 他的应该是叔叔 或者舅舅 看到他们两个人 哎你们往哪里走 小孩子七岁 把他们带回家 妈妈就骂了他们一顿 那两个人就觉得 我们要去成为一个 殉道圣人是没办法 好吧 我们就在家 我们家的园子 我们用石头做一个山洞 以后在里面我们就营修 但是这个的渴望 就是无法实现 小朋友怎么做一个山洞 以后 那个社会上的这些 他就变成 比较时髦的一个女孩子 那爸爸一看到了 这个不行 他又改变了 从他到 那个 奥斯丁修会 到奥斯丁修会 在那边要读书 什么的 一年多 又生病 生中病 回到 家里 爸爸把他带回家 因为 他14岁的时候 他妈妈就过世了 爸爸带他回家 以后就是这样的 后来他就想要去成为一个修女 爸爸完完全全的反对 但是他就去了 他这个过程 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看到了一些神事 他看到了耶稣基督 他就可以这样的过他的生活 他以为就是这样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如他成圣的渴望 当时开始有很多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不对 这个是骗子 这个是骗人的事情 那这样的别人的对他的反应 让他有一些的失望绝望 他就开始伤害他自己 用什么东西搁自己的身体 那就是这样的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神父 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他 耶稣会的神父 刚刚成立的修会 也陪伴他 以后就在那边帮助他分辨 他所经历的 这个是真的 是天主耶稣基督 真的是显现给他 他所经历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 因为有人反对了 以后他就开始有绝望了 有一段的时间 他觉得他跟天主的关系 好像是处在一个黑暗当中 看不到天主 感受不到所谓的神味 他感觉到的是神苦 痛苦的一个经验 痛苦的经验 那这样的他就 就离开这个原来的修会 去成立另外一个团体 那这个团体是 也带领了很多很多的修女 也走这条路 那在西班牙一看到了这个 就觉得说 哎这个危险 有人就开始反对他 要反对他 禁止他要开更多的修会 那直到最后 那个西班牙的国王 就是写一封信 要求他宽恕 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不对 所以那个大德朗 他真的经历了 非常非常的苦 他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苦 别人嫁给他的苦 那就是这样的 到最后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之后 他结了许多的果实来 那这个的果实 不只是在那时候 别很多人享受这个果实 一直留到我们现在 从大德朗他说 每天他所写的他的日记 他的经验 带给我们现在的人 非常非常深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一些心灵的慰藉 心灵的安慰 我们要感谢 我们要感谢天主 因为天主赐给教会 有这么一个 一个圣人 我们祈求 大德朗 为我们祈祷 祈求大德朗 为整个的教会 祈祷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未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及诸神人 圣女的坝尼亚 终生适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神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神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其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根据 心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 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 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稍微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一个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性人的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圣经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祝你学act just 随人之时 顶ramento灵 iter 但 Block is also 让我心中深受感动 如此地 虽然之时 一举一动 让我生活可求改变 虽然只是一句虚弱 让我心中燃烧无垠 虽然只是小小天国 让我未来无限期待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 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 我愿意将我最爱的爱给你 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在你苦甲上 我能感受你 愿给我说出天父真正的爱 有你最深爱的表情 问我 问我是否爱你 我愿意未来日子 藏伴着你 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 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 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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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试噬 你是否爱你 我ACH 我笑了